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了 我跟莫菲敬发完这位 好 好 祝老爸帅气健康 老妈呢 永远聪慧美丁 说两句 那我也祝你们俩永远幸福 谢谢妈 谢谢爸 祝你们幸福 来 坐下吃饭 坐下吃饭 街角拐弯的那个服装店 你不是看上一件衣服吗 我也没法替你参谋 今天莫菲来了 对吧 她正好可以替你参谋一下 她刚好吃完饭那个 莫菲给麻球控了 对 妈 我陪你去 你知道是哪家服装店 就那一排那几家 一个蓝的一个花的 她不知道选哪一件 你觉得你妈适合穿哪件 妈肯定穿哪件都好看 这小嘴 这菜妈特喜欢吃 给妈夹一个 妈 你多吃点啊 看你说的 小嘴还是甜的 是啊 我说办个婚礼原来这么麻烦呀 怎么了 现在后悔了 谁说我后悔了 我说还不能让我道道解决吗 老婆 你说咱俩是不是明天应该把 咱们俩各自设计的婚礼品 放出来 好好地拜托一下 还拜托一下 你现在带我去一趟店里吧 我有东西拉在那儿了 我发现你一天就喜欢折腾我 我没折腾你 行了行了行了 为老婆服务 是我的使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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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你这么晚带我来这儿干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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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痛了 你怎么把我衣服脱过来了 你什么时候发现了 我早就发现了 我知道你打算结婚的时候穿 所以呢 就做了一件风格差不多的 怎么样 满不满意 你穿上这个裙子一定好美的 你也爱我 不是你再无尽的眼 不满的烛黄 我最最爱的你 你知道为什么设计这件裏服吗 我想 听你说 你肯定知道就不想说 咱们俩是因为苏修而结缘 这是我的本 我们这个仙货现在已经注册双标了 是有专利的 你们这个仙货标志是注册了 可是仙货注册了吗 好 那还给你 喂 跟你说话呢 你过来找人办事 连个招呼都不当 是不是很没礼貌 唐总 可以把我的苏写本还给我吗 我是有答案你 但是我答案你 到底有哪个天给你呢 不是 我说你这个人跟我玩文字游戏是吧 你就是来收购绣坊的这个大奸商对吧 干吗呀 我最最爱的你啊 你心想三天的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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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遇见你正好 我好想看到你的笑话 我好想看到你的笑话 你只是给我清醒 许多人来了又走 我要做你最后的归客 所以请你不要再害怕 跟着我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你有认真听过我讲话吗 我每日每夜都在认真听你讲话 你可不可以在意一下我的感受 你就是那个听着 爱我眼中 我不能保证你在巴黎的每一天都是晴天 但我希望这些灯 可以照亮你的每一个夜 原来它是喜欢我的 我就这样孤独的一个人活着 没有一个真正聊得来的人 但是自从我遇到你之后 但是自从我遇到你之后 我觉得我每一天过得都好幸福 正会有了色彩 你就像是我的安眠药 每一夜为我助眠 每天都可以做好梦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会让你也做好梦 你也会做梦 我以后 你也会做梦 我会想到你 你会做梦 我会想到你 你会做梦 我会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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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做梦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缘分的小故事 在我小的时候 十岁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来到 现在我们办婚礼的这个场景 那天下午呢 我遇到了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她的手里边拿着一个小狐狸 还有一本童话书 那一天 我们俩就是在这个地方 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下午 我还记得那一个下午 她一直在跟我讲述一个小王子的童话故事 二十年后 缘分 让我们又相遇了 我又再一次带她来到了这个草坪上 我非常忐忑地问她 我说你还记得我吗 你知道发自内心啊 我是多么地想听到她告诉我 我记得 但是她跟我说 我只记得有一个黑色的七星瓢虫了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早点告诉你不就没有惊醒吗 可是我那个时候才五岁 我怎么记得住啊 今天这一切 感觉像是做梦一样 就像是梦一样 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是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从梦里 走到了彼此的身边 我们相遇 再到我爱上她 直到今天 你就要成为我的妻子 你就要成为我的妻子 从今天以后了 我是唐先生 你是谁 我是你的唐太太 我是你的唐太太 老婆 我爱你 老公 我也很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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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你不得了 你也不得了 我爱你 你不得了